如果给你年薪十万,让你做一年岛主,你会去吗?如果那是一座寸草不生,却满是蛇鼠爬虫的孤岛,而且岛上没水没电没网络,你还会去吗? 说到这里,估计很多人都会打退堂鼓,可就是有这样一对江苏夫妻,拿着仅五千七百的年薪,守着这样一座岛,一守就是一辈子,这个岛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他们在此坚守三十二年?他们又有什么过人的本事?能把一件事一干就是一辈子? 大家好,这里是第五情报站,今天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对伟大的首岛夫妻 那是1986年盛夏,王继才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命,守护开山岛,这个名叫开山岛的孤岛,坐落于连云港市燕尾港十二海里外,面积仅有0.013平方公里,但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 这里是黄海的前哨,更是日军侵占灌河南岸的突破口 同年三月,江苏省军区发布指令,要在开山岛上设立民兵哨所 这也就意味着将有人前去守岛 其实对于沿海军队来说,驻守海岛的任务不算少见 当时,王继才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卢河村的民兵营长,为人正值忠义 接到这个命令后,他几乎毫不犹豫就开始准备行李启程 7月14日上午8点40分,王继才独自一人 带着衣服、食物和必需品准备上岛 上岛前,部长王长杰还对王继才说 开山岛缺水缺电还没居民 前四匹守岛人,最长的守了不过13天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李时王继才26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他说,我不是脑肿 保证完成任务 领导还塞给他六条烟和30瓶酒 希望他能够多坚持几天 他知道部队明令敬酒 自己这是被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了 不好意思啊,等到了岛上 他才意识到这座孤岛真没那么简单 这里荒芜人烟,惨淡一片 和难民窟无甚区别 让他感觉难熬的除了孤独 还有晚上面对未知的恐惧 夜幕降临 王继才的耳边是海浪拍胶石的巨像 眼前是飘忽不定的没有灯投射的光影 脚底是稀疏作响的老鼠和蛇疯狂的试探 饶是一米八的年轻壮汉 也会在这恐怖的黑夜陷入恐慌 他喝了一宿的酒 抽了整晚的烟 听了一夜的收音机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射进营房时 他才顶着一身疲惫如释重负 但随着夜晚再次来临 他又陷入新一轮恐惧 但漫漫长夜还不是最难熬的苦 很快 肆虐的台风就给他送上了一份丰厚的见面礼 台风把门窗吹得框框作响 暴风雨紧随台风的脚步灌入营房 让人无处可逃 可王继才不躲 他还要跑出去 因为他得时刻提放灯塔压火 以免让来不及撤回岸上的渔民失去方向 那可是会出人命的 他顾不得安危 抄起一个脸盆 拿上一根棒锤 站在高地一遍又一遍敲着脸盆 生死历劫地喊着 提醒过往渔船注意岸礁 台风天 他曾救起落水的渔民 渔民在岛上休憩的时候 是他少有不孤单的日子 平常他每天的生活除了变船只 挖坑道 就是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工作 不过他宁可不要这份陪伴 也希望渔民们每一次出海都能平安回家 和家人团圆 因为于他而言 团圆是奢望 一开始 他是瞒着妻子偷偷上岛的 在不告而别的日子里 他也无时无刻不再思念家人 终于48天后 8月30日那天终于有渔船驶来 从望远镜中看到这一幕的王继才三步并坐两步 一路飞奔至码头 因为船上除了来送补给的王长杰 妻子王世花也来了 看到妻子的那一刻 王继才乐得嘴都合不拢 但他又不敢看黑尘着脸的妻子 只是憨憨上前接过他手中的包袱 不到两个月时间 王继才已完全变成了一个野人 胡子拉叉 头发蓬乱 身上到处是蚊虫叮咬的疤痕 皮肤又黑 再看看他居住的房间 也是杂乱不堪 地上到处都是烟头酒瓶 简单收拾后 王长杰带王继才登上灯塔 他望着浩瀚的大海说 1939年日军在这歇了一宿后 血洗了连云港和严城 手倒就是手锅 就是这一句话 让王继才硬生生咽下了想吓倒的话 见面时妻子偷偷抹泪 他可是看在眼里 回到营房 妻子拿出剪头发的工具 一边理着王继才如茅草般的头发 一边念着 回家 别人不熟 为什么非得你熟 闺女天天在家哭着想你 听了妻子的话 王继才沉默了几分钟 然后开口说道 你不熟 他不熟 这道水熟 妻子知道丈夫降得很 认定一件事就要做到底 他不再说话 给丈夫理完发 又把满屋的垃圾整理干净 才不舍地随船离开 回家后 妻子忘不了王继才又黑又瘦的野人模样 还有那满地狼藉的酒瓶 内心挣扎二十多天后 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辞掉教师工作 把年仅两岁的女儿留给爷爷奶奶照顾 他也要上道 丈夫首导 那他就守丈夫 临近国庆节 父亲托人给王继才烧了一面国旗 外加一句嘱托 首导护国 人在其在 升国旗本不在少所职守的职责之列 但从1986年国庆节开始 王继才夫妇俩每天迎着日出升起国旗 披着霞光降下国旗 飘扬的五星红旗让开山岛从此有了颜色 也让过往渔船有了安全感 无人监察 王继才夫妇却将首导的工作做到了极致 他们日复一日 一日两次环岛巡逻 检查维护设备 记录海防日志 从未懈怠 首导的日子里俩人形影不离 生活再也不似在水牢般冰冷 虽然他们也曾想过 如果能有人来接替他们首导 自己也能回家乡看看女儿 但上级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夫妻俩也就不提这回事了 踏踏实实把这里当成家 然后一年后 王继才却面临了一场生死考验 妻子临盆 枪台风却让开山岛再一次成为 进出两难的孤岛 一边是咆哮不止的台风 一边是痛苦不休的妻子 王继才心如刀绞 这岛上只有他们俩 只能是他来给妻子接生 此时他手上压着两条人命 妻子的眼神让他没法退 只能硬着头皮上 好在苍天有眼 他迎来了儿子嘹亮的哭声 岛上多了一名叫治国的新成员 儿子的童年一如出生那天一样 总在风雨飘摇中度过 有一次台风呼啸了十七天 岛上断粮断火 一家人靠生吃又腥又臭的牡蛎 才活了下来 临近儿子上小学 王继才想给孩子们一个正常的家 他去找了老领导王长杰 不想两人却是在重症病房里见的面 此时王长杰时日无多 他握着王继才的手对他说 开山岛有你守 我放心 王继才吓倒的话怎么也说不出 脱口而出的话一如当初 保证完成任务 这一句承诺 他用了一辈子来践行 王继才收到如护家 路破了 他托人买水泥和沙土自己绣 护兰绣了 他托人买油漆自己刷 有一次暴风雨 他担心设备被浪打坏 下去查看时 被一个浪头卷进了海里 又被一个浪头扔到了岸边 妻子发现他的时候 他已经昏死过去 但是这些没有吓退他 反而他更加坚定 自己把岛守好了 国家就可以少经历风浪 他是国旗为生命 在一个暴雨天 他担心国旗被风扯破 冒着暴风雨前去收国旗 结果从17级台阶滚落摔断了两根肋骨 而国旗却被他紧紧抱在怀中 丝毫未损 大女儿很不理解 父亲首导一年工资才5700元 更别说以前才3700元 捡海鲜麦都不够自家用 还要自掏腰包买修补材料和国旗 别人家的父亲下海 孩子吃穿不愁 自己小小年纪却要在海鲜市场打工 帮父亲赚钱养家 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和年幼的弟弟妹妹 那些年他们守护着祖国的疆土 但家中的一亩三分地却没得到应有的照顾 大女儿结婚连一件像样的嫁妆都没有 儿子的学费也要靠贷款 家里修房子还是长解套的钱 自己也染上了严重的湿疹和风湿病 妻子不幸患上骨骨头坏死 这一件件一桩桩也不怪女儿控诉 王继才有点难受 但却坚定地说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我虽然不能给你们留下物质财产 但却能给你们留下精神财富 他和妻子以身作则告诉子女们 什么才叫爱国 上世纪九十年代 有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人际罕至的孤岛 他们找到王继才妄图以十万元来打动他 企图把开山岛作为违法敛财的秘密场所 王继才不为所动 他说我不允许你们弄脏国家的领土 眼见利幼不成 凶狠的歹徒拿出随身携带的棍棒 如雨点般积在他的身上 孟子说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位大丈夫 而这恰是王继才的真实写照 2014年王继才夫妇被评为时代楷模 他说不辜负祖国和人民 我要守到生命燃尽的那一天 2018年7月28日 年近58岁的王继才巡逻时 突发心脏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开山岛永远失去了这位忠诚的守护者 五次下岛 九次上报违法案件线索 十多盏烧坏的煤油灯 二十台听坏的收音机 四十多本海防日志 两百多面红旗 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二个日日夜夜 一串串数字背后 是王继才32年来始终如一的信仰和承诺 这些年 他错过了大女儿的婚礼 错过了父母亲的葬礼 对于他的小家 他更是亏欠良多 但他这一辈子 从未亏欠国家 套牌孤岛暗风送赤子心 王继才走后十天 王世华来到了冠云县人五部 将替夫继续收到申请交给领导 而县里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和年龄后 决定聘用他为开山岛哨兵所所长 之后 开山岛成立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迎来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学习王继才精神 在只有两个足球场大的开山岛 王世华一遍又一遍带着人们 走过岛上的六百三十六级台阶 尽管他和丈夫一样 今年受海风侵蚀 腿脚得了关节炎 但他仍坚持着走上那六百三十六级台阶 步履随蹒跚却异常坚定 曾经的他为了守丈夫来到岛上 如今的他为了守丈夫守了一辈子的岛而留下 走过最早升国旗的台子 他说这里是开山岛的最东边 老王选在这里升起国旗 就是要告诉全世界 这里是中国的土地 睡也别想欺负咱 走过岛上的苦练树 他指着树干上的字说 2008年 老王从收音机里听到举行北京奥运会的消息 高兴地刻了一行字做纪念 走过满山的绿野 他说 老王说要把开山岛变成绿色的小岛 他托人带土过来 一带一带扛上山 又年复一年撒下一斤又一斤的种子 这一路 王世华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要把老王没走完的路 继续走下去 而传承王继才使命的不止妻子一人 儿子王治国研究生毕业后 转身也投入了军营 被调入海警部队像父亲一样继续守卫祖国海江 青山不改 私人永在 如今开山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能依靠光能发电 前来自愿首岛的民兵 也能喝到淡化后的指引海水 连王继才夫妻俩使用的手摇旗杆 也升级成了电动的 随着王继才的事迹被更多人知道 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传承王继才精神的道路 什么是王继才精神呢 灌云县中医院护士李莎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普通人来说 做好自己的工作 完成自己的本职 就是王继才精神的一个传承 在平凡的岗位上 我们都可以是王继才 都可以塑造出不平凡的人生华章 今年58岁的02代张来仔 县独自守护4000多亩的广东省龙眼洞林场 他16岁于护林街园 始终坚守在防火护林 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平凡岗位上 他看护的邻居从未发生过一期火灾和盗窃案 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 山里缺水缺电 还有蛇虫入室 他都坚持下来了 40多年来 他平均每日寻山15公里 总里程相当于绕赤道走了三圈 当然 像这样的王继才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是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三尺讲台的乡村教师 是手握汉枪在汉宫岗位上刷新中国速度的技师 是不论刮风下雨都坚守岗位的人民交警 更有风吹日晒都在道路上劳作的环卫工人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开山岛 它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理想和追求 要守好这座岛 意味着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原则 不被功利和虚荣所迷惑 不被贫穷和困难所击垮 只有勇敢面对挑战坚守信念 深深扎根于内心的土壤 才能在平凡的人生中绽放出不平凡的光芒 比较col待 得很重的